現在讓我們看看雙方的聯合 政方主面為黃宇 A 政方第一負面劉軟劉鋒 政方第二負面姚家威 政方見面徐巧榮 反方主面馬屈劉鋒 反方第一負面陳彥晉鋒 反方第二負面黃河俊同學 反方見面蘇卓樂同學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同學為今天的賽事 他們分別是廖長傑先生 他現在在香港出發大學見面的次女員 一九九年 藍經理辯論創判軍 另外發展國首席 作為定署長 第二負面是黃文傑老師 他在香港中文教育議論隊前幾月 現在是加拿大學中學中文科務士 和辯論隊令女老師 曾經在高校 獲得青島冠軍和新教育員比賽很多 第三負面是袁俊鋒先生 他在香港大學見面的前任長 香港大學普通夫人紀念堂面論隊和 學學學學學院中文面論隊教練 現在會計算 讓我們今場比賽分主便公便一副和兩二副 自由面兩副和兩副的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計四三三四 公便則為兩 每方兩分鐘 自由面倫則為每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已出前三十月 有的一響提示 到鐘就有的兩響提示 超時十五秒就會列得幾下 詳細採握之前已發布了比方三場校 此外雙方又沒有問題 要的話 現在先請政方主便發言 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將美國成立學成立介紹一下 主席、評判、曹擁各位 大家好 STEM教育在1986年 由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首次提出 目的是想培養學生 認識聯同學科之間的聯繫 提高綜合混淆知識 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現題中所講的STEM分別包括 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無論在美國、英國和台灣 都有採討STEM的教育 而這件事 香港教育局亦向會所中學 提供二十萬的出貼 要助培訓STEM教育的老師 更甚潛備 教育局2017年中學教育課程指引指出 中學每星期課時正如八十分鐘 故此 我方方暢卻保留原有的科學、 數學和科技課 另外增設每星期八十分鐘的STEM學課 作為初中必修科 甚至便是 經衡量STEM成為初中必修科 中學必修科之後 能不能讓學生全面學習知識 以及應付行業需求 我方論點有二 第一 提供學習平台 知識融會貫通 學習的意義並不只是學理論 而是要將知識融會貫通 應用到不同層面之上 但很可惜 在現有的教育制度之下 科學、數學全部獨立成科 互不聯繫 學生根本不明白學科之間的關係 導致無法應用 市校HK資深教育顧問 林子豪指出 香港的教育制度 學生不明白學到的知識 於實際上有什麼作用 但當STEM設立成為必修科後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凡昌教授指出 將STEM將四個科目的知識 互相填補 還會貫通 題子上 根據教育局STEM課程的指引 查出其中一個活動為可反正量次 科學上 可以了解石膠的化學特色 科技上 可以用平板電腦設計量次 數學上 可以運用立體途徑 體積等基礎概念 工程上 可以運用物料 在工程設計上的知識 由此可見 STEM有越於現有的教育政策 可以提供平台 以實踐的方式 將四個知識融會貫通 上個大有方法 是否覺得學生學完知識 不適用都沒有問題呢 第二 提升學生興趣 足行業需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於2017年宣佈 會增加資源 大力推動創科 科研和創科的發展 變相科研 創科等的人才需求 會大幅增加 由工智能系統 CLAIRAI創辦人 楊智光指出 在現有的教育制度下 香港在科研理論的畢業生 不足以應付學業需求 而且科學科 只是教理論 減低學生 從事科研的精趣 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指出 香港學生的科學成績 達全球第九 但享受科學分數 10分只有0.200分 但當STEM成為Mr.科後 以實驗為教學 著重於應用能力 增加學生的興趣 向當STEM學會理事 梁謙博士指出 STEM獲得學歲的專題練習活動 以及實驗 可以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由此可見 STEM以應用文教學重點 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興趣 應付將來學業需求 總括意見 STEM能夠提高學習平台 讓學生的知識融會貫通 同時透過實驗 會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 應付將來學業需求 此次今日的題題 你已經成立 多謝各位 anovich 王先生 今日 рав然 好 有布袁說他們 只是習近平講 破律 carve 有多少重要 但來自 могли考慮 STEM 究竟能否變成讀的科目 今天STEM 講的不單要學習那四個範疇的知識 更加講的是一個精神的概念 強調學生要融合不同的學科 所學到的有知識和能力 因應著不同的情況 彈性地處理生活上各種的問題 從而培養學生的創作能力 協助和解決困難的能力 我方今日都不反對STEM 的理念是好的 但今天我們肯兩邊看 就是要看STEM 的理念 能否在現有香港教制度底下 實質地變成一個科目 而我方今日反對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 今天STEM 本質上不適合變成一個必修科 正如我剛剛所說 今天STEM 講求的是 希望學生應用學科的知識 自由發揮他們的創意去解大 而不是將一些硬山山的知識 去實給學生 但我們看到原來電視教局 對於必修科的課程內容和考核模式 是有一堆硬性的指標 譬如中文科講的 我們有十二篇法文 通識科講的有六大單元 今天一個思維模式的STEM 如何能夠具體地定立出不同的課程內容呢 若然今天我們隔開 將變略必修科 定立出來的課程內容 只會是甚麼呢 可能只會是五個創意的思維 六個解難的能力 這樣只會做到甚麼呢 就是變相限制著學生所學的課程 令到學生在學著一式一樣的東西 限制了他們的創意 令到整個STEM的計劃 會不會倒置違反了他們的原因 今天再加上考核方面 今天我又如何能夠設計出一個具體 而且畫筋的考核去評估學生的能力呢 可見今天STEM根本不適合作為一個必修科 第二 現有課程並沒有空間加一個新的科目 現時究竟對於不同科目的課程 其實已經有一個可行的分配 例如現時採用課程中文和英文 分別佔總課程的百分之二十一 數學科學體育藝術這些 各佔十至二十個巴仙不等 其實加起來已經是一百個巴仙的課程 若然你今天將STEM變成一個新的必修科的話 那今天我們應該在哪裏去找一些課程出來呢 你只能夠去刪減一些現有科目的課程 但今天我在講教局 一開始適合不同的科目和學習班袖的時候 其實全部的課程都有它的意義和必要性在這裏 那今天我新加入STEM的時候 應該去刪減哪一課呢 可見在現時的課程底下 根本是沒有空間再加入一課新的必修科 其實我方今天都明白STEM的必要性 但今天要推行STEM的時候 其實根本無需要將它變成一個屬立的科目 因為現時教育的課程底下 已經有科學和科技教育這些同屬STEM 而且是必修的學習範疇 例如初中生這樣 他們可能已經需要就讀綜合科學科等等 可見他們已經能夠在現有的課程底下 獲得STEM所需要的基本知識 若然今天的科學希望進一步去推行STEM的話 應該已經進行一些課程的改革 在現有的課程底下 加強一些STEM的元素 而令學生去明白 如何靈活運用不同的科目 或者進行多些科學科的合作運動 令他們能夠靈活地 運用不同的科目防止的知識 去作出解難 而不是貿貿然地把STEM 變成一個必修科 好 最後想問有科學科 今天你覺得STEM 是否一個協助學生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若然是的話 那今天一個思維的方式 如何能夠訂立出一套明確的課程課論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最後一個位 大家好 有科學你好 首先是有科學立強 今天別除了有科學理想的本質 或者一些課時不足等等的問題 之下 STEM你覺得 是否應該給學生學習 其實STEM是一個好奇的方法 真的要學生學習 大家問題是它的內容 很多是有科學 好 本來是今天相當達成的公式 STEM是對學生有處 只不過應該成為必修科 好 逐一看看有科學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 有科學是說 或者一本質上不應該成為必修科 是否因為有這個眼神的指標在這裡 對 因為它的內容就是限制了 每一個課題 你不可以說 第一個單元是創意 第二個單元是學習什麼 內修思維 根本就是學習平時在必修科 有一個制度 那我想問 剛才我即使教育 給了一個指標 在學校 你要做什麼實驗 你要教什麼單元 老師在哪個教學模式 學生在哪個實驗中 我實在理由 我反而來想說一些思維 或者我剛才說一些融合的能力 其實有什麼問題 但我反而是覺得 不需要用一個必修科的認識 可以用一個化學科的模式 令學生全部都明白 但Stand的重要性 那必修科 必修科 是否不能夠做到 你方所講 或者一些思維上的提升 或者有可能的思維 必修科是可以做到 但是不需要用必修科 這個模式 因為學校的立場 主要講 故事上的創 根本不應該成為必修科 然後見面 可以成為必修科 不過有其他方法做到 故事上的立場 退了 補助科學科 第二個論點 是說現在何時不足 科時有否有資料交代 其實科時不是一個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雖然你做了一個必修科 但是你加大學生的壓力 你為了學生的大學生 如何加大學生壓力 你試試看 如果你學校 要加大學生壓力 如果你學校要加大學生壓力 必修科 你功課上都會多了 內容都會多了 你不會有壓力低 哪個學校會加大壓力 甚至加大學生壓力 主題是說要分析其他項目 我剛才有沒有說過 要分析其他項目 你沒有分析其他項目 你沒有分析其他項目 但我想說 你真的沒有分析 加大學生的壓力 不是科時 好不然之 今天功必修科 都是那個問題 你會否修科 我會否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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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會幫你 反方理教你 你會否修科 你不修科 我本來覺得 STEM 不知道想說是甚麼 其實是可以 他可以 給一個平台 給學生 把所有的資料 而且他們進入了資料之後 可以增加他 我本來覺得 今天STEM 是否自己是一個教學的模式 是還是不是 他是一個教學 他可以給學生 即是科學今天都覺得 STEM 是一個教學的模式 好啦 如果STEM 今天是一個教學模式的時候 其實現有的科程 一些基本的 就是我們學了全科學科 那麼 一個教學模式 如何能夠有一些 明目的科程 我會令它變成了 特別修科呢 但是STEM 它是把四科 用分為科 但是現在 等一下 等一下 怎樣融合 就好像說 我剛才所說 你把活動 是可反思議的類似 所以他進入科學上 可以利用 整個教學模式 好了 今天我們看到 教育對於必修科 是有一些標準的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是不是就是列明 我今天要做這些 整個教學模式 其實課程內容 只是 課程內容 只不過是 課程內容 提供資格 可以幫助 他將四科用分為一齊 所以 所以 他就提出 今天有科學講出 實際的課程內容上 教育是可以怎樣去定 這個STEM的課程內容 再問有科學 今天 如果你上多人STEM的時候 你覺得 現有知識是否需要 現有知識當然需要 但只不過 現有知識 現有知識 我們在科學科 或數學科 其實已經學到一個科學 今天STEM除了這些知識之外 其實你覺得 有沒有更需要格外的知識 現在科學 數學所學的是理論 但現在科學科學 是將這些理論 運用出來 所以這個是兩者一分別 沒錯 今天STEM說的是要運用 今天 多謝各位 現在方便 我們結束了 結束了 請多第一分別 再三分別 謝謝 主持人評論 各位 你們好 第一 因為可能在閉嘱上面 其實可能在不同 STEM的本質內容上面 是沒有閉嘱的 所以我們看看 究竟這個STEM的課程 應應應是必修的課程 首先 可能真的在必要性的問題上面 可能覺得現時初中的綜合科學方 已經足夠 所以 這件事 教育股應該要做的是課程上面的改革 但我方便不明白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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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科學在交代方案上面 他們覺得做課程的改革 但有科學 我方便不明白 科學要有強性的指標 就等於學不到STEM 但有科學的方案 是加強元素 加強改革的方案 但有科學如何去加強這個科學元素 如果要加強的話 有科學是否需要一個硬性的指標 其次 我方便看到的是 在STEM的課程上面 電視的中學生學習的科學理論 往往他們都不能做到融會貫通的方面 但STEM便可以給予一個機會 例如你去授錢 例如文化 燃料太陽能力錢等等 在科學的層面上面 運用了一個光合作用的原理 在科技的層面上面 需要將光轉化為電能 而電視的配合 便用到工程上的知識 例如在競賽共生的水族盤 在科學的層面上面 學生需要定期去監控水質和酸鹹值 而在工程的層面上面 學生也需要經過水族盤裏面的設計 而在數學的層面上面 學生需要計算魚類和蔬菜的生長變化層率 我看到原來透過STEM的過程 學生可以將知識的層面通 運用出來 所以我今天所謂的STEM的独特的地方 就是讓學生他們去研究一些知識 讓他們去做實驗 去從中學習 運用這些知識出來 而不是有科學所說的 硬生把這些知識濕給他們 一個禮拜 可能要學五個錯誤的思維 六個簡單不明白 所以今天學對於STEM的過程 定義並不清晰其次 因為學生擔心可行性的問題 譬如擔心在現有的科學之下 不能夠生減其他科學 所以不能夠加入STEM的過程 但原來根本教育17年的科學之間 一年有的電視的上學時數 是有2700小時 而初中用的教學時間 只需要2500小時 教學時間的供應是大幅需求 每個星期是有80分鐘的空缺 而教育指出80分鐘 是可以用來做STEM的教育 為此只要我們令學校跟著教育指引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出現科學 要生減其他科學 才可以做到一個科學問題 而不再者 講到最後 因為對於王方所說的科研問題 都不會認同 我剛見到的是 原來現時在科研問題上 2001號我期間 私事務處理長載出 香港都要大陸地 將重新科技的事業發展 再加上 香港電視比特地稱 進入大灣區的時候 大灣區直整都是著重科研發展 所以免體的問題 請回答他們 各位 請回答他們 主席评判有关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关同学在论证变题方面说STEM很重要 所以就要令STEM变成一个必修科 令到学生可以从中获益 但是这个STEM的理念 究竟可以如何透过必修科的形式来实践呢 其实有关同学今天是没有详细论证过的 首先我方必须要重申一点 STEM只不过是一个教育理念 而非好像中文数学这些科目那样 STEM的特点就是在于可以在不同的科目里 学到的东西再作出一个融会的贯通 而STEM的目的就是可以提升学生对于科技科方面的兴趣 同时提升他们的解栏能力 试问一下这个教育理念又究竟可以怎样成为一个必修科呢 就算被你过到这一关了 那么STEM对于学生所说的基本知识要求又在哪呢 因为STEM完全不可能可以好像中文数研波那样 他说我中一可以达到一个要教到哪裏中二教到哪裏中三可以教到哪裏 因为STEM是讲究错义的 并非有一个硬板的过程 如果定了一个过程出来的话 就会和其他科教的东西重变了 其实我方不是说STEM不好的 其实只不过是为什么一定要STEM 一定要用STEM成为一个必修科的方法呢 不可以尝试用一些第二个方法去学习声音呢 其实我方认为如果要令学生真正可以学习到解栏和创意思维 其实应该是要求学校找找科学科的一些专题评测 或者将这一类型的思考模式甚至每一科 例如要求学生以日常生活不变为题 运用科学的相当课程 学到的知识再尝试构先解决方法 而老师再从旁指导 那么学生就可以自己去运用不同科学知识 亦都可以自己去探索 这样就可以看法到他们的创意思维 亦都可以达到STEM的原意 第二 把STEM认为必修科呢 其实是更加面对了一个可能性的难挂 那样东西就叫做科前 在必修科的准则里面 是有说过必修科的上课时间 是必须要占全部上课时间的一门 而且是必须要有考核的 所以说其他的必修科的上课时间又会变少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其他必修科的缩减完课程之后 还够不够时间去监测这些课程呢 而且这些知识 而且STEM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关架 而是需要在不同科目里面学到的知识 再加以应用 而且STEM是需要根据每一个人 自己所读有的学到的知识 再用自己的诗文去做出自己的独有的成分出来 并非是一个关架可以控制到你学到这些什么 如果这样说的话 究竟可以怎样去做出一个考核呢 最后想问一问有关同学STEM 可以怎样符合教育局队员必修科 需要考核 并且需要设立一个唯一学习标准的要求呢 多谢各位 主持人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从四方面来看 首先同一个的原则 再从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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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从废树看 在原则上面 我方的主编出来台课说 如果设立做一个必修科 就会违反STEM的原意 原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训练学生是創意的能力 其实我方不明白了 如果有硬性 其实任何科都有硬性治療 如果没有硬性治療 老师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教 而且见到有方来台课说 会违反創意的原意 那视觉艺术 原生等于要训练学生的創意能力 例如科学也是这样的 但现在科学科 视觉艺术科 通通都有教育的治療的时候 所以在学校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视觉艺术科 是否觉得科学科 通通都不应该有硬性治療 通通都不能够训练学生的創意能力 其次的是 其实今天呢 我方不明说到 原来其实今天我们 即使有硬性治療都好 但现在学校有实验的话 学生透过实验 都能够训练的創意能力 因为都不会规限学生 怎样再做一个实验 所以今天由科学到公辨训练 我方不明说 为何会规限他们的創意能力 为何会有限制 怎样做不到这个理主 我方不明说 我方不明说 根据这个原意 原意问题 其实不成问题 最后就只剩下方案问题 或是必要性的问题 所以我方不明说 你公辨训练习训练 我方不明说 原来今天即使成为必修科 都不会造成如意答不到的问题 保障第二点去看可行性上 我方不明说 一个课时不足的可行问题 我方不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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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 根据教育局的课时 有80分钟 会训练 而教育局也明确指明 原来这80分钟 是可以来教育scan的时候 不明说 课时不足的问题 我方不明说 我方不明说 甚至 其实课时不足的问题 根源是什么 他说今天教育局那里 因为现在超过六成的课程 都不是有专科律师去教育 有些能力 cg 和经验 比较低的老师去教育 拖慢教学进度 所以今天 连教育都明确指明了 只要我们聘请 更多的专科律师 提升到教育进度的时候 课时不足问题 课时不足问题 可以比较缺 但如果不会出现课时不足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提升时间 去教育stamp 而其实到公表环节 有学会见面 一退一退再退 都成长科士问题 不是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是这个压力的问题 好 再到第三点 闭嘱上面 我刚才觉得 stamp 有功课有效 是会出现压力的问题 首先我刚才不明白了 我刚才是这样 要加这个考试 有可能没有解释过 没有考试的时候 怎样会加大压力呢 再加上有效 我根本觉得有功课有效 有功课会加大压力 根本就有法课 要存在所有高的功课 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有功课存在 才能达到科学的预警 可能有科学课测不合理 到最后一点 有科学的今天的科学是什么 是说现在科学科 又有科技科 甚至一步出来说 科学科的教学 就可以解决到 我科学今天预警的问题 但问题是 今天的科学科 是否真的做了 如果做了 为什么过往不做呢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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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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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Jane Stang 其实是一科必修科学院 第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科学科 雖然是一个 学乘领域的必修范畴 但是因為它不夠應用層面 所以我們就要將它獨立成一個科目 換言之我們現在的藝術 如果有硬性指標 又未為提供亞合式教育的話 我們要開一科叫做藝術應用科 就是我們用語中的應用需求 是否可能我只要今天現在科學的知識 不夠而活躍會學活用 就當時要額外開一科專門教你會學活用呢 但我們今天看問題不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的是 今天必修科的特性是甚麼 例如再一個位中英數通識 為何可以實際修科 原因是因為它自己本身的獨立的基礎 知識做了一個基礎 例如大家的通識科為例 沒錯是訓練我們的批判性思考 但是不是代表課程的簡介 就是要訓練批判性思考 課程的簡介內容就是批判性思考 不是 是透過基礎知識去體驗出來的批判性思考 例如現代中國 今日香港等等 這些政制 不同的制度 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公共衛生等等的單元 去了解學生對社會之間的認識 從而看它的批判性思考 是否可以體驗 而今天我們看到有可能的 STEM教育是甚麼呢 我也問了STEM教育是甚麼基礎知識 跟我說可以教育化學上的知識 教育數學上的技術等等 即是換言之 今天有可能的STEM教育 是完全在現有課程框架 已經走開了 根本想問一下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你多次一句加交科的時候 甚麼意思代表重複課程 如果我們要多次去重複課程 倒不如為何不修改現有有科學範疇的硬性指標 令到科學範疇變得更加互學活躍 搞得更加有科學範疇的問題 何須要多次一句呢 而今的方法 我們今天不單是說我們有更加好的反科案 我們在說現在如果將會變成必修過 有更大的動考反轉 一今日必修過的前例 是你一定要有一個或一的過程內容 以及或一的評合標準 不是你怎能夠理解到學生的能力呢 例如三文兩語這樣 為何要規範中學生一定要學某種文體 是因為我們要確保每個學生有一個 統一標準的語文能力 但今日STEM如果同樣都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想想考試範圍就是 今日中三月教你運用幾學學 運用一個的力學 然後學生自然為了要滿足那個考試的準則 大家都是學生 大家都知道 那自然就只有幾學學和力學 最後你整個中二讀完整個STEM 就是力學的應用 幾學的應用 那是否真的教你整個不同科目的範疇運用呢 是否真的教你會學活用呢 上課都是一樣 今天是否代表我為了要令你學活用 星期一介電腦 星期二介一個科學 星期三介一個科學 那是否在星期一的STEM就是電腦堂 星期二的STEM就是科學堂 那樣呢 如果今天這麼重複 甚至令我學生只是偏面學某一種的解難方式 是不是STEM的原意 STEM的原意是說 正所謂的跳大道通融 不是要求將你這條路給學生 死記暗戶 而是要學生自己發掘這條路出來 所以很久 如果要變成一科必修科 一定要有一個考試準則的時候 要麼你就定得很開闊 跟沒有必修科一樣 要麼又定得很太死 令到每個學生都依應著一個平和準則 而改變 是否真的講STEM的所謂活學活用呢 多謝各位 方法自由派出一位 有很多位置的發言,是雙方同樣的 我的畫面裡面的畫面現在開始 總方解決一位便的手指 想問,有27年過節指出 初中有80分鐘過程的空卷 想問有可能,80分鐘是否時間不夠STAM 有可能你用STAM這麼重要 80分鐘過個禮拜是否足夠 為何不足夠 有可能你要那麼正確的技術 為何足夠 為何想要用80分鐘做要不足夠 所以你用8分鐘裏會教解甚麼 聞 ustedes 有人想指出只有80分鐘不夠 就多少個月才大理好 我方別今天不說,人們要多足夠 專門教校的創意 是說我們今天在適當的找 所以我想問有方同akis 今天上STAM 的課 沒有任何額外的知識 但全部頑端是需要開始ёз的 所以你多一次,中碼 後來之後,今天前場不是說科事不俗的問題 已經不再提,因為整個科事根本就不會不俗 後來不是說適當時候教STEM,不謙適當時候? 不是,有可能你跟我說,為什麼額外抽一個課程出來 在現有的其他數學科等等,必修多課程 拿一刀一刀一刀出來,拆一刀課程 就等於已經教了STEM一行 所以有可能說,新聞科會不會教到數學? 有可能我又想問一下,是否你的樂趣 就是STEM第一,星期一就是教實物堂 星期二就是教實物堂 錯呀,本來今天就是回一個STEM的課程 會有一個實驗,這個實驗裡面會包含數學科技 科學和工程的知識,為什麼不可以用護貫囑? 所以我們的課程指引全部都是說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實驗,是嗎? 那有什麼問題? 可能我們看到現在的必修方等於中文 不會說你要作什麼碼,作什麼題目的文 是說你們希望透過作文有什麼硬的知識 即是有基礎知識,將來你背後想教你基礎知識 是什麼呢? 沒錯呀,方來今天教的全面都不是硬性 要你教一些訊息,是建議學校可以做一些訊息 然後,會有方來有利的閉嘴出現 那中文的十二天法文 通識六大單元是怎樣的? 這些不是硬性指標 但問題STEM又沒有? STEM呢? STEM今天就是沒有嘛,就是沒有的時候 就不可能有成為一個必修科 沒錯,今天的STEM教育部說要成為必修科 但原來當中沒有硬性指標 為什麼今天必修科等同於一定要有硬性指標? 因為今天教育部就是這樣規定 你會不會回教育部? 慢慢來,有方讀學,有方讀一STEM 沒有硬性指標,會知道 是不是可以學到有不如所說的? 不是,有方讀,正正是你說沒有硬性指標 就一頭都能,但我想問一下你的時候 一科必修科,你跟老師說的就是教育創醫 那老師怎麼知道他要怎樣教育? 是不是真的教育部? 今天教育部用的確又是創業人 今天教育部用幾學學又是創業人 那如果這樣的話,必修科意義何在呢? 老師不是參考教育給學校一些實驗建議 去考慮給一些實驗,可以把STEM的課程 教育部為何會出現有方讀的問題 現在就是連教育局自己都定不到 教育局自己都定不到的時候 老師和學生如何去跟從 才有方讀的題材 教育局已經定了有什麼實驗 可以建議給學校教育實驗有什麼問題 那不如你今天告訴我 譬如單元一應該做什麼實驗 單元二應該做什麼實驗 從來都不會規管學校怎樣教的 有什麼問題 有方讀的題材是否否都否認不到 因為原來沒有眼神指標出現眼神指標 不會違反地口浮理數的原因 有方讀的立場不然跳來跳去 一方面又說教育局能夠定到一件實驗 那到我方今天問你究竟有什麼實驗能夠 確實地做到呢? 有方讀的題材是否從來都不會規管 那究竟今天是定到就是定不到呢? 有方讀嗎? 有方讀的題材是立場不停地退 前任是說我有眼神指標 有方讀的題材是找到 原來教育只是建議有訊息 我方讀已經否認了 有方讀的題材是沒有眼神指標出現 而眼神指標根本不會違反原意 有方讀的題材是否達不到 保障方讀的是 今天面對現在的學生 對科研拼出的問題如何解決 有方讀的題材是否達到科目和領域 今天我們教育局有八大科目 例如說人民科學等等 是的確是給一些軟性的指標 一些大的方向 但如果說到科目的層面 是否應該有些基礎知識呢? 是否等到如果我們學中文語文 我們必修科的代言 就是要教大家中國文化的一艘船呢? 而學生科研拼出的 如何解決? 有方讀的題材是否也明白到 今天領域和科目是完全兩項 科目是需要一些具體指標 而STEM是做不到 有方讀的題材是興趣 有方讀的題材是興趣 我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未為文化沙漠 我沒有什麼藝術家 是否有一張藝術 變成一科必修科 不是我方讀到 由方讀到教育都沒有硬性指標 是由方讀到 現在興趣低 如何解決第三次問題 有方讀你說 興趣低的解決辦法 就是要做一科獨立的科目出來 但原來那個科目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 就說每一個必修科 都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策劍 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策劍的時候 如何提高學生的興趣 你如何做到一個策劍 可以提高學生的考量 今天何時又跟你說 我說要有策劍 教育局是如何用策劍的 教育局說要有策劍 就等於一間學校 學完STAND就要有策劍 所以可能學生大教育局 要你如何做必修科 可以不用聽聽 現在STAND已經有幾個中學 正在用中 想問哪個中學有策劍 但今天STAND是否必修科 不是 今天就是講 將它變成必修科的條件 就是一定要有策劍 一定要有一個同一的課程 好嗎 教育局哪一個務部局 告訴你 必修科一定要考試 哪一科現在的必修科 沒有一個懷疑的課程 沒有考試 不如你跟我講 中學沒有考試 教育局 無指標都說要考試的時候 顯解一定有考試 好奇怪 有不同學校今天 原來在中學 都不知道原來要不有考試 更重點是 你問我有沒有學校有考試 今天看到原來 香港科技培訓中心都說 原來現在有學校 搞STAND的時候 都已經有考試的時候 那怎樣可以跟同學都解釋你出呢 現在正方的分析是兩封 兩封 還有三封 請你派出 這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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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派出 請你派出 這個委員 我發現我學校答程 退了很多 首先今天和你講 顏色指標 前場和你講 又偷場和你講 如果今天沒有顏色指標 我發覺我回應不到 你都解釋不到 為何有顏色指標 就等於會規限他們的錯誤 其次的是 課時問題 我發覺你都答不到 錯誤是現場的問題 我發覺有考試 今天我發覺 10間實行了STAND的中學 都沒有考試 74間將會實行STAND的中學 都沒有說會爭執考試 我發覺爭執考試 多謝各位 我發覺 要給食材的蔥鮮油泡多汁更多 主持評判 各位大家好 就問了全場,其實STEMP是甚麼呢? 正如我方所言,STEMP不止一個講知識的學習 更是講明我將學習到的知識作用在處理問題上 即使學生知識融會貫通,將知識靈活活用 尋找自己處理問題的一套邏輯,明解發他們的創意 提升了STEMP本質之後 我們就要看將它變成必修科,實際上是可不可合呢? 一成為中學的必修科,是有經過教育局的三關 第一關就是為科學制定或一內容指引 STEMP有沒有可能做到呢? 有不同很理想的,即是說STEMP很重要 可以協助學生享受,應用知識 但我其實前來問了很多次有關同學 但可惜的是,有關同學根本就沒有給具體的方案 但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STEMP本身有個概念,是沒有基礎知識 根本難以設立界限性的學習目標及內容 其實究竟會解決甚麼問題才可以叫做 擴適了解難的思考方法呢? STEMP所強調的啟發創意前例 創意又如何開始量化這樣的衡量呢? 學習家的目標難以設立 STEMP的學習範圍同樣是難以設立的 要學習解決問題的邏輯思維有千萬種方法 可以讓學生嘗試解決問題也有很多種方法 究竟哪個才是最適合呢? 為何應該要學習水火箭而不是學樣殘寵呢? 要限制學生探討的方案 或者只是判書解決單一問題的知識和手段給學生 只會過限制他們的思考路向 即使令做到STEMP 我們可以根據那間學校的校本資源 學生能力等等在課程上修改 例如是科學科、數學科、電腦科等科目的範圍 使用STEMP需要的解纳、創意能力 最後各方會合得出一個更適合中學生的建立能力的波程 例如在外國的國際文化組織 會讓學生有機會探討一個自己有興趣的科體 利用在課堂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學的知識和技巧 作出批評、研究、分析 第一關難過 第二關同樣的難過 要將STEMP進入必修科 要在這一刻設立一個考核準則 理解學生是否真正在教學內容 如果按照STEMP的本質 是讓學生自由探索 基本上是不可能設立或一的平衡標準 因為每個人想探索的成果和所經歷的困難都不同 本欄就說誰的解決方式更加好 如果按照教育局的要求設立或一呢? 在講這個考試程度之下 學生就只會按照這個標準的學生 變相規限了學生的自主性、發揮和思考空間 去探索更多和自身知識不同的東西 那需要多面思維的STEMP的意義又何在呢? 反之透過科學活動形式通用STEMP 如何介機下人比賽 或者學生更能夠發揮前男 又能提供賺錢和空間 最後一關不止STEMP又能夠過得到呢? 大家跟你說是過不了的 這變成一個必修科 就要符合教育局的課時規定 教育局文件指出必修科要佔總課時的一半 還要包括其他學習科目 一次如果將STEMP變成必修科 就必須減其他科目的課時 請問兩位同學要減哪一課? 有位同學,其實你們的思想太過表面了 以前中學的課時已經是非常緊迫 很多中學的課時已經遠應超越了教育局的指定課時 就算真的有緊緣的時間 強行變成必修科 更癡癡實實感增加了學生和師長的壓力 三關都過不了 一般同學為何還可以只停在理想 而不是實際考慮將STEMP變成必修科的可能性呢? 其實不知教育局這三關的 實行STEMP需要防大資源 例如願意向老師提供教學示例 科學活動、專題練習 全部會學習活動 各種與STEMP相關的比賽資料 甚至是各種與STEMP法層上 適合的網上戰士資源的建議 是今日我方看到的 香港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我方由始至始終都沒有反對STEMP的重要性 但是因為很重要 我們現在不如找一個適合的方法 實行這個教育理念 因此正有可和我正式現實 正如滿意我方 STEMP如何能夠符合教育局 特別收開自立的條件 多謝各位 第四面 對五分之以南 世界二 tara avez一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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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屏幕 俊閣 委員 大家好 供居馬下視像樽 七隻棋可以趕盡棋棧 第一場棋棕最重要的是 一個能夠承保得起他們的棋盤 才能夠將每隻棋的功用互相磨陷 給錢填補不足 才會有一場精彩的活應 而今天STEM的過程 就像這個期盤一樣 提供一個平台將知識融會貫通 做到活學活用 有幾學生做到知恆合一 大方和我偏偏算不 跟我們說 其實今天STEM要也不重要 其實簡單概括有一個全場的立場 就是STEM的理念不好 但實質就做不到 所以我由主編到一部 都跟在座學位說 STEM的教學理念再在用 會貫通去應用 不知道有個二部一出來 就說 其實我們無相互學活用 不明白 為何要有一堂 要讓他們去應用 明顯有個同學 立場到後來 才問我科講 不是 我們要應用 只不過是在適當的時候 但什麼為之適當的時候 這些適當的時候 又是足不足夠學生去理解它的應用 又跟學全場一步無講過 再看 那我一陣強調 這個思維的模式 應該是一個彈性的應用 不應該限制過程 更加不應該具體挖一 聽上去很好聽 但現實我們想一下 每一個具體的指引 是不是要學生通坐在這裡 在想 究竟今天要做什麼好 這個有同學學習Stan的方法 我們再看的是 有關學學習Stan的方法 其實今天都會說 不是的 我們都要學Stan的 但有關學的方案 是說 可以有一個科學的專題報告 我們可以以日常科學生活為題 就有關學的邏輯 這個日常科學生活為題 也規限了一些不同學的思維 可能我們不想知日常生活 所以其實 照你來說 其實今天有關學學學習Stan 是一個具體的標準 是給學生和老師 去引導學生 去激發他們自己的思維 激發他們學習Stan的用意 而從來都不是說 只是一個沒有顏色的標準就可以 再看的是 其實教育局所謂的顏色標準 根本學生和老師 可以自行去調整 自行去融合的時候 這又不是正正解決到 有個學的正常有什麼 而再看的是 今天有關學主題和我們說 有課時不足的問題 但到了公平和自由言論的環節 立場一代最… 立場又退再退 跟你們說 其實問題不是出於課時身上的 其實80分鐘已經足夠了 但我們看到是在顏力上 但我方議會呢 我方議會已經清楚了 教育局重要的文件類 從來都沒有講國文 又有考試 現在實行中學 有可能舉不出 哪一間要考試測驗的時候 明顯 實行這個Stan的課程 不一定要考試的時候 根本不會再求成壓力 所以有可能後場 都不敢再跟我方說 再提及這個問題 更何方我今天把雙方方的態度 直接作出比較 我方議會認為初中學生 他立場可有考慮 反正如果他們課的話 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課堂上去課 但如果會知道 我方議會選擇的 是一個清廷點水的實態 他們不需要理學習的成果 成效如何 總之有一個名為學習的機會 逃走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能夠 用人會貫通呢 在獨立學生上面 其實今天是一個奇本上面 我們要知道 運作一個好的騎手 不一定是要 是要靠 是要經過一場又一場的博弈 去確立自己的信心 和能發展路向 現在的一群學生 也想同步STEM 去順先不同的實驗 活動 去給一個機會 去積極STEM的樂趣 先去斷力 自己懂不懂得 成果音的時候 希望做到的 我們一開始 就將科研最專門 多謝各位